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成更自在的广汽本田贯道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以保质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旧的一样 它这个政治有几次改造 它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因为尤其是七八十年代 它发展经济 所以这个包括这些店 以前也不是开这种店的 你能认出哪些是小的时候的老的吗 基本都已经换掉了 它现在基本的商店都是为旅游服务 而过去这里是这个镇的中心 这个中心 心脏病重点保护对象 现在心脏病不舒服吗 走你们先走 它跌倒过 它是一个明朝的桥 但这种桥它经常会维修嘛 徐老师小心点啊 嗯 没事 进灯桥 就是那个做进士 所以江南小镇这个是一个特点 就是下雨 因为经常要下雨 所以它盖把这个廊棚盖起来 像广东那边也是有那种棋楼 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可以当雨 太好了 太好了 这种感觉啊 这江南这种雨啊 这条叫士河 这条河现在也没有什么船啊 在我第一次到李里正式 在73年还是72年 这河里全部是船 而且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水网密布 这个船都有 绍兴的乌棚船都滑到这里来 哦 对 江南的水啊 全是通的 连的 连着的 就是时期的风景 完全是两样 哦 通的吗 所以在上海丢个卫生纸 慢慢可以楼到这里 对啊 不是上海 这里丢个卫生纸 就给它楼到上海的黄埔江 哦 倒过来 它是有一条河叫太普河 就是从太湖通向黄埔江 中金加弄 就是姓金的人家住的弄 但是它是在中部 在李里正的中部 哎呦 那您是核心的 那也不是 他是表示一个方位 过去就是有送信啊什么 没有门牌号码 就是金加弄或者什么 还有一个叫唐明 有某个这个房子 每个房子都一个唐明 什么唐什么唐 它送信就这么送过来 哦 那个门牌号码是 西式西化以后 那个阿拉伯数字啊什么 这是滞后的 那你家是大活人家 不是不是不是 你和南边的房子比较 这个是个并不大的房子 假如我住这里 这是马加弄 我去马加弄叫马加辉 这是这个概念 叫东马加弄 马中加弄你是谁 西许加弄 对吧 东斗加弄 这是私人财产吗 所以你最关心的是 当年都是私有化 都是私人财产 现在呢 都是正常 它因为后来这个李里正 它是和其他不一样 它就很早就实行了 这个公私合影 那公私合影以后 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房管所的房子 然后就因为 那时候因为这里是一个 李里正的中心嘛 那么有很多人 住进来 然后就变成大杂员 它都标了有个资产编号 资产编号 现在是政府 国家资产 现在李里正 70%都是政府的房子 那然后怎么又变成 现在又变 您变书房 您是荣归故里 是吧 那也不行 然后书房变您的了 那那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这个房子 它正常说 这个我们把它腾出来了 腾出来 金老师 我们装修一下 你有空来玩 有空来住 那本来你说 那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我说 要不我把它买一下 它买下来也不便宜 但是 但是它说 说实话 你何必买下来 这个牌子 一直是这个牌子 人生有限 使用权就够了 你何必把它买下来 那我想想也对 对吧 但是当地政府很精明 是吧 他这弄一个书房 好多游客就来了 那也是他为故乡做奉献 对对对 你给我们现在贡献 那我们是要往大门走 还是往这里走 往大门走 你就等一下 我把它 您这个进自家门像贼一样 不是应该有十个八个家丁吗 这个大门走 这个要撤掉的 简直是 我们刚才不是说 从大门进吗 怎么这个大门没准备呢 挺好 挺好 这是金老师的装修品位 说每一件东西 都是金老师挑的 家伟你看 咱四个我觉得可以这么坐一下 啪啪啪啪 这个可以照相 真的 来 金老师 坐这 徐老师 你看他这个牌法挺有意思 你看 是啊 这个让我想起贺鲁晓夫那个雕像 一半黑一半白 对啊 双相 我这么坐着 我就录着我的鹤脑勺了 咱们就这么录个圆州派 真的 我今儿这么聊天 听听听 那我怎么样跟你说话 哎 文汤 你那个怎么样 我这个19年的时候 所看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哎呦 这个腿圆啊 这个没有人了 那时候 这树一棵树种在中间 一棵自然生长的树 然后他们没问过 我就把这个树给锯断了 这很有味道 是吧 你小时候在这住过吗 我没有 我就是来的时候 最早第一次来 是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因为这个房子 五十年代就变成房管所的以后 我们老家的人 就搬到上海 等我19年来的时候 里边都是 各式各样的那种残垣断壁 许志愿还穿个人字托进来 我说你不要穿人字托 进去一塌糊涂 走路都不能走 这是现代的保存古建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它等于用现代的建筑 把它变成一个怎么说的展品了 像个镜框 让你欣赏的就是老的这种木雕 金家当年看看真是多金之家 也没有多金 你看我家那个柱子才这么细 我原来以为你们家是这儿的首富呢 还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因为现在电视剧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做了一个展览的主题 就是 虎哥 这是导演送给我的这个 王家卫 这个几张照片是导演给我拍的 就我们去跑了上海到处跑 他当时这也想拍 那也想拍 所以我这是在苏州河的一座桥上 这导演给我拍的照片 这是在南昌路 然后呢又去看一棵树 这棵树据说是远东最大的梧桐 法国梧桐 在中山公园 我小说里面也写了一段这个梧桐书 我地图也画到 然后这是王家卫导演和那个 我到李里正来看外景 美女是谁啊 美女是这里的领导嘛 领导也美 然后那个这个是那个 后来开拍的时候 我不是在里面露了一个脸吧 这个是一个导演的工作台 你看他就每天坐在这个上面 看那个监视器 今天两个教评很好了 这个两个挂在脖子上 你倒是什么 是一个冷风机啊 最热的天 挂两个 热的不得了 我还穿一个中式棉袄 我穿了一下午 这好 我爱出汗 这是您画的了 对 这个是导演当时想做一个繁花基地 繁花基地就是这种样子 把上海各种房子拼在一块里面 还有有轨电车啊 所以他说你不要画成这样 你画成有一点想象力的 然后就就就就画成这种 最后这个像一个电路板一样 这有点意思啊 他画的这种 你这也是一种绘画语言呢 你参与创作 你看这许志远的当时做访谈的 哪有你们拍摄团队那么豪华 这个地方就他们就两个机器 一个前面一个后面 地上都不能走路啊 就拍的 你看 要不说还是许志远他们 识人于平寒时 我们一般都是等你状况好了 看来 哎呀 这清凉啊 这清凉啊 原先我们三个人要在 四个人在这里聊天的 对对对 有什么啊 不是我觉得咱们在这站会挺好 我觉得我喜欢 我喜欢那个墙哎 一点都没动过 这墙的感觉 这就是画啊 对啊 对啊 然后你看看上面啊 它上面这个原来是一个砖雕 那么他们说要不要恢复什么 我说不要恢复了 像这种中国式的砖墙啊 你现在就是挂一个空调都不能挂 它薄是吧 太薄 这个什么力都受不住的 我看苏州竟是这样的墙 是的 是的 就这种砖 里边还是空心的 空心的 它能保温吗 能保温的 当然有空气 它就能保温 所以当年的人 他设计的是当年的生活 我们现在挂一个空调 他的师傅肯定不同意 这个掉下来了 对啊 你听一下 但是不是也有这个省材料啊 你看按说这砖 咱们习惯的都得摆成这样才结实 对啊 它这个力竖着摆 这个就是江南的特点 北方的砖墙又这么厚 对 我过去盖过房子 你在黑龙江吗 对的 对的 南方因为他这个 你后面院子里 这个砖子又这么薄 比他薄一倍 哎 徐老 我觉得我们四条汉子 可以合个影 他这个墙的背景好 嘉辉 摆pose 摆pose 我们这是繁华 是不是应该徐老 混宝书 这个就不要拿走了 繁华牌塑料伞 来 原来就这样一个天气 在家里能打伞 这是一种奢侈 是啊 无法无天 在家里打伞 还真的 我从来 在香港不敢想象 最多的时候住了几家人家 我估计这里住了十几家 最起码有的 十几家人家 那个八道湾 鲁迅舟舟人 那个地方 我们去数了一下 四十九个小火表 那就住了50家人家 最起码 那您来的时候 他们搬出去了吗 全搬出去了 全搬出去之后 立刻这里地方 那些砖啊 什么半夜 总有人来挖 带金属探车器 挖旧砖 就万一你底下藏东西呢 藏金家 它因为金属探车 探车仪 它可以 你根本不知道 过去是藏一个宝贝 对 谁告诉我 是不是有一个宣德炉 在什么地方 一挖挖出来了 哇 那归谁了 归你的 那不是 他挖的人 他肯定自资格就拿走了 对啊 但是按照法律 他应该是交给国家 国家 对对对 所以许志远聪明 许志远早点来挖了 但是是什么时候了 是出了繁花之后 政府开始有这想法 对对对 是你这个繁花小说之前 还是大杂院 对对对 一方面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发现没有 现在镇上 住在河边上 人家特别少 就除了老头老太太 年轻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不方便 它因为都是桥 还要爬桥 门口这个地上都高地不平 自行车也不能骑 就本来这里是一个水文化 就是一个船文化 就是河里边都是一切交通 你坐上船 像风之凯先生一样 坐上船你就在船里喝茶 你就到杭州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样的话 只有年纪大的人 他还能住这里 年轻人早就搬走了 所以这房子我估计 当时的时候也是 很多人就搬走了 但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说他这个祖上积德 后子孙有才 一部小说繁花之力 把这个大杂院 某种意义上 又回给了金家子孙 就是说这个房子的重新开发 重新造 都是在小说以后 我是小说12年13年发表的 然后到19年 政府就有一个人 就刚才你说的美女来找我 来找我 你知道一部小说 把祖宅抢回来了 那也是当地政府有眼光 是吧 开发文创旅游产业嘛 对不对 那也给我很好的启发 我回香港也把我的旧居 改为书房 可是太小 九龙城寨 湾仔 只有那个 只有15平米 要排队进去参观 这个我见着了 我给你们介绍啊 这个就是写繁花的桌子 对的 你怎么可能在这么个小桌上写的 不是 你看这有个照片 我的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这是我写 写完繁花以后拍的照片 就一个影子 然后摆 你说从上海搬过来的是吧 对 这个是我爸爸48年在苏州买的 他本来打算在这里结婚的 所以这个家具都是放在这里 但是后来他50年代在上海结婚 然后生了我大哥的时候 我祖母把这些全搬到上海来 我觉得有点老派作家 你们想咱们现在都是大树桌 是吧 你看那个巴黎那个《雨果》 我一看那《雨果》的小说 也是在这么大的一个 他们都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桌子的鞋 你看看我还画了一幅画 你看 我当年的电脑就在这个圆桌上面 这个也是 那你上海这个家那个房间有多大 大概12个平方米书房 我跟你讲 我看过王阿姨写长恒歌的地方 一张大床 两边两个床头柜 我见他 我住在床的这边 他住在床的那边 我说你小时候哪里写的 就床边上的那个床头柜 我跟你说 地方小 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 真的现在工作室画家 那家大的跟车间一样 反倒弄出来的一塌糊涂 又还挺写不错东西 怪不得 你看这个 1951年 这套桌椅被我祖母带去上海 2011年到2015年 我在这桌上完成了繁花和回望 73年后的2024年 他们重归此地 靠着在这张桌上写的小说 老宅也重归今世 我觉得这个轮回啊 这是叫什么了 您说讲话 上帝怎么着 上帝给你的礼物 上帝给你的礼物 你要及时发现或者接受他 你如果一不小心就没注意就滑走了 你看 差了一线 汪家卫就没有找龙头凤尾 就找到了繁花 他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都是我爸爸和我爸爸朋友 这是我爸爸和一个老朋友 每天通信用明信片通信的这个内容 邮局里面就这么公开 就叫明信片 哎呦金爷 我说您真是金爷 您这个对于装修也在行 那也没有 我也没办法 这是我父母的书 哇 这里还有点雨了 哎 这儿好哎 这个把门打开一点 哎呀 我觉得这环境好 挺好的 我们还是到里面去 你看江南这种这个乌眼啊 我觉得你要在甲三层上看 未然成景观 对对对 是不是 这些乌瓦是老的吗 这都你看这真正的老的 这是一个空屋子啊 你看这个就是辽宅里面 故事里面都是一个空楼空房啊 哎呦真的是 断井腿圆 他这个瓦片上面都长排险了 你想想看 漂亮 尤其今天下雨 我觉得你们拍几个水滴啊 那个特写 这个楼上就是我的一个小型的美术展 哇 小型的美术展 这是你的作品了 这都是我的画稿啊 哎呦 金老师 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当然是 比您小一辈啊 就是不敢装嫩啊 哎 我觉得 五零后 就是这一代人啊 就我都叫包括像徐老师啊 我怎么觉得就是你们那一代人啊 其实照今天讲话啊 琴棋书画 你像这个特点 我在什么顾程啊 阿诚啊 身上都见到 就是说怎么你们那个年代那一番人了 也没受过专业训练 但是呢基本上能玩个乐器 或者说呢画画 他说没学过画画 但是他画几笔就像个样子 甚至是多才多艺 但是呢你要往后 你看到我们这一辈就差很多 你再往下 就只能说是在某一方面 他特别厉害 你比如说你现在让我画画 我连个圆都画不圆了 就是你说没受过训练 我觉得跟我这种没受过训练 好像也不同 我完全构不成这么一个 不像样子 我是知道原因是什么的 一个小孩如果说 家里越是管着他 为他做选择 他越是不愿意干这个 他自己没有发现能力 那我们50后这代人生 父母都根本不管你的 因为父母资格都顾不过来 他父母不管你 你反过来会关心周围一切 包括父母今天脸色不好 会不会出事啊 就这种 那么到现在这些年轻人 90后00后完全被家长笼罩 你要去学美术 你要去什么 但是实际上 他这个孩子 他本身希望做什么呢 他说不定有他自己的发现 但是这种发现 早就被家长全给控制起来 上次理想国我和徐老师 我们做评委 然后我们被一个一个 喊进去问说你最喜欢 年轻时候少年时代 最喜欢的一本书 我说是捷克伦敦啊 跟徐老师一样 然后徐老师进去出 徐老师出来 我说徐老师 你是什么书 他说也是捷克伦敦 所以说 这个是很巧的 就五个人 全世界古今中外 任何民族给我们提 我们居然撞了 因为你们俩都是上海知青吗 不是 就是说那个阶段 为什么一个少年 会喜欢捷克伦敦 捷克伦敦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是 是一个 水手 上天陆地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现在看看有点像 我觉得有点像侠客那种 他讲的比较积极 就是主动选择 我讲的比较消极 就是那个时代 他没有专业的教育 没说读 那也是 所以人空出来了 现在的人都被 除了家庭以外 就被学校占用了很多时间 那这个学校还有业余的 你去学这个班 学那个班 那个时候没啥好学 家长对你的要求 就不学坏就好了 学坏就好了 还有网络 那时候就算你晚上 白天忙完了 晚上就在被窝里面 看个书 看个小本 看什么 像网络嘛 他也有各种游戏 那个时候主要的网络就是朋友 对 所以上海人叫 什么意思 就是你交朋友 就是说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玩 就会决定你这个小孩将来怎么样 对吧 你们真是解答了我这个很久的问题 徐老师说的那个我就想起来 我70年代我20岁的时候 上海每个月都会流行 地下流行各种小说什么什么 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到上海 我从东北回来探亲嘛 说上海现在最流行的是一套罗夫公的油画的照片 但现在想起来简直太荒唐 这黑白照片的罗夫公的照片 然后这套照片呢 比如给你看两小时 然后你又还给他 他又转给别人 就地下流传 你说现在的人 你黑白的罗夫公照片 谁要看 当时因为没有东西看 就是徐老师说的 就没有教育那个 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 教育的空白反而带来了如饥似渴 其实 自我学习 每个青年呢 每个青少年呢 他总是会接受某种教育的 对 现在是比较会考 对吧 考英式教育 对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教育 所以呢 你自己也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 现在是命题作文 对 教育的太满了 他反倒很难发展什么了 当年我们等于是自选商场 你到一个商店里 你自选 现在是等于说家长替你选了 谁愿接受别人安排 对 对吧 现在就算你有得选 被你选的东西 都是大同小异 对 因为我还是觉得 网络的高度的集中 大概大家用的语言 玩的游戏 关心的八卦热闹 太集中 他那个反话里面最有生命力的一段 就是有几个背景完全不一样的青年 放在今天呢 他们就进不同的学校 走不同的路 对 沪森阿宝可能留学去了 小毛可能做生意去了 对不对 逃逃开铺头去了 在那个时候呢 没路可走 大家一起排队买电影票 认识了 结果认识了 结果他们的友谊就超越了这个社会层级的限制 这是他小说里边最有生命力的一段 这是高榜 国泰电影院和大自民宗的混合 因为国泰电影院是法族界 当时是旧法族界这个核心部分 大自民宗的时期已经接近那个工人区域 都是工人成分阶级的 这下个促进阶层融合呀 对 这两个地方人原来是不可能 这个上海很多作家都写这个阶层的隔阂 而且呢描写这个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啊 它的合理的动机是冲破这个这个隔阂 里面不是有人去抄一个香港人吗 对不对 香港人看不起 有个垃圾一样 我说你又骂我垃圾 我什么 其实呢 革命最初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 有一定的合理性 就冲破这个阶级 但是在你们身上 革命的目的实现了不少啊 但是但是在它的小说里最后写出来 这种更加加剧 更加固化 这满桌上的这个这个这个繁华 但是你像在这电视剧里 这个这个阿宝他跟这个这个谁啊 陶陶 他按说也算是两个经济经济收入水平不一样 但为什么这个感情还是那么好 电视剧改的太多了 这个电视剧美化嘛 陶陶拿出所有的钱来资助他 这个你觉得这是电视剧浪漫化吗 那么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从我个人经验上来说 实际到了年岁越大 它的越挑剔 而且因为朋友有各种朋友嘛 对不对 你比如我有很多那种下乡时代的各种朋友 做保安的朋友 就是过去跟他一块下乡的 也可以谈 但是不是你的核心部分 但也是很好的想想过去我们在一块 对吧 所以那个古人不有一话叫人生 自己五二三嘛 上海话说就擦屁股玩意 擦屁股 擦屁股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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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翻译 就是 就光屁股在一块玩意 北方话叫什么 叫发小叫什么 发小嘛就是 对 那你说 要是光屁股的朋友啊 混到现在 一个巨富了 一个仍然是贫寒的 你觉得这俩人还真的能好吗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从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描写呢 我是觉得像狄更斯所写的一个叫 叫一个他后来到了伦敦城里了之后 那个铁匠叔叔很淳朴的一个人来找他 然后他已经跟那个贵族的这帮子弟在一起了 他自个就觉得丢脸 然后这个铁匠呢就也挺诗像 你一看这样子就走了 这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 大部分的描写都这样 但是我的感受是另外一种 打比方说过去是大家都一样的 然后到了城里以后 你是一个下岗工人 然后你的同铺的兄弟 他现在已经变成总经理了 他是反过来是什么呢 这个下乡的兄弟 这个已经失业的这个兄弟 跑到外滩大公司房子里面 一屁股就坐在他的那个大板桌上 然后掏出烟卷来发烟啊 什么就无所顾忌啊 那这个很微妙 然后那个老板就暗地里跟我说 就吃不消 他说哎呀 怎么办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出生入死的人 他完全用过去一套东西来控制这个局面 但这个就小说里面 就批判现实主义 像迪根斯写的 就是完全都是底层的人 都是特别淳朴 然后做了资本家就好像特别势利 也有反过来 因为有过去这段感情在 对对对 你这段感情在 这是金老师 对啊 这个我的自画 自画 我的自画 哎呦 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对他进行人格分析 这弗洛伊德 你看 让我们马老师来分析一下 我心理学本 你看鼻子这儿 它是一个鸟 蜥蜴还吃着一个 吃着一个蚂蚱还是什么 你看蜥蜴吃蚂蚱 黄雀在后 黄雀在鼻子的位置上 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文涛 这个颜色很光彩很亮 对 就等于胸有大志 飞起来发光 但是呢 你这个是变成算命先生 但是眼神呢 又透露出一点惊恐不安 或者说鬼鬼祟祟 感觉呢 这个咒文呢 既像被生活的折磨 但是又代表了他心中的 那种海燕般的梦想 你觉不有点像那个海燕 你看 把文涛这段解读 用文字板附在旁边 行了 今天老被解剖透了 各位 刚我们通常是说 解读这个图啊 其实是反映了解读者的心理 是的 刚那鬼鬼剩睡在这 文涛的心里 对